我們再來更安心的是 臺南縣的前議會議長吳建保 今天上午傳出了過世的消息 吳建保他過去呢 因為職棒甲球案被判刑十年 在臺中監獄服刑多年之後呢 申請假釋獲准 在今年的五月份出獄 當時在出獄的時候 吳建保就坐著輪椅 他的氣色並不好 而他過去疑似就有中風的病史 也飽受洗腎還有食道癌之苦 今天上午傳出 並是在醫院享受七十四歲的消息 而他的兒子也證實 父親過世的消息 想看更多精采新聞內容 請訂閱按讚淨新聞 並開啟小鈴鐺 接收最新影片通知